《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嚴 從越南鯊魚而歸 美國總統特朗普坦言 就是被繳得沒有心情 才沒有和朝鮮達成協議 他的前律師柯恩想將他拉下水 特朗普是不是面臨 刑事罪行起訴的危機 再次觸動了美國朝野 對彈劾特朗普的討論 這是上個週末 在馬里蘭州舉行的集會上的一幕 特朗普他緊緊抱著國旗 又引來了網民的爭論 敲黑板聽一聽 在美國要將總統拉下馬 到底要通過什麼樣的程序呢 對總統的彈劾權在誰的手上呢 當然在國會的手上 彈劾案必須先經過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通過 然後再送交眾議院大會 大會對每一條彈劾的罪名 進行投票 通過之後再轉交給參議院 進行審核 超過三分之二的參議院議員 判定總統有罪才會成立 判罪成立之後 總統會立刻喪失職務 在美國的歷史上 國會僅僅對三位總統 進行過彈劾調查 但是沒有人遭到罷免 這是藝術家筆下的特朗普 他炯炯有神的雙眼 招牌金髮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 主席納德勒表示 將向超過60個個人 及團體索取文件 展開對特朗普妨礙司法公正 腐敗濫用權力的調查 歷史接近兩年的通俄事件 調查接近尾聲 特別檢察官米勒的報告當中 能否提出證據成為了關鍵 其實彈劾之聲不絕於耳 特朗普從不當真 退一步說即使在法律上 特朗普是顯而易見的有罪 現實上的判罪 還必須經過司法部 向法院正式起訴特朗普 但是司法部能不能起訴現任總統 卻有極大的憲法爭議 所以要通過對特朗普的彈劾 可能性極低 不過讓你人設崩塌 特朗普的連任之路 就不好走了 過去一周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緊張 但是隨著巴基斯坦 將俘虜的印度飛行員 交還給印度整個事件 向著稀釋寧人的方向發展 然而印度國內的波蘭 卻顯然沒有結束 印度下個月開始舉行大選 在全國眾議院的545個議席當中 從莫迪所在的政黨 握有269個席位 加上10個同盟政黨 一共有342席 反對黨只有203席 看來莫迪還是有優勢 要保住大選當中 多數黨的地位堂和榮毅 看一看莫迪的表情 他高舉著雙手 大聲喊著口號 為大選造勢 也為自己打氣 和巴基斯坦點到為止的態度 相比印度總理莫迪 卻因為國內的大選局勢 顯得更加地惱心 以上是天天經營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